欢迎收看最有感觉 我是可敬 我们现在在陕西西安的河民街 还没进来 其实我们都已经看到 人已经超级多了 在那门口的时候 已经有很多人在那挤着了 一进来就感觉 随时自己就会消失在人海当中 这里其实店铺都很窄小 但是它的花样品种都是很多 这里有个烤肉 然后这个鱿鱼 这种手抓羊肉肉夹馍 这里还有这个色产核桃 这就是红油烤肉 这种多少钱一串呢 十块一串是吧 然后这里还发现有那种糖葫芦 它各种水果它都可以放进去 会冒烟的冰淇淋 那是什么 黄黄的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它那种还蘸着那个汁 这种是什么 桂花糕 桂花糕 五块钱两串 看到了竞高 然后这边呢是无辣羊蹄 秋豆腐 现榨的石榴汁 阵囊 安全蛋 这边有那个表面 然后在那边还有羊肉泡馍 这些都是西北的特色小吃 大家都知道陕西的住民小吃肉夹馍 现在我们就找到一家 然后一看到这队伍 我的妈呀 那么多人排队 这火到什么程度啊 这实在因为太饿了 所以呢要换另外一家 我发现路过的肉酱磨店啊都是排强队伍的 没办法只能够排了 为了要吃到这个小吃 还是要付出一点代价 两个 两个 有什么口味的 一香要什么口味的 有什么口味的 有什么口味的 一香要什么口味的 有什么口味的 一香要什么口味的 一香要什么口味的 有什么口味的 一香要什么口味的 有什么口味的 有什么口味的 它是不是就一种口味啊 三种口味 你说肉夹馍可能有吗 我哪知道啊 那要一个原味的 还要一个加辣椒的 你怎么那么逗 谁 你怎么那么逗 这个大叔 小哥哥 小哥哥很有趣 可以开个劲动 来了几个 还有两个 对 两个 两个算是 两个算是 这个就是肉夹馍啦 哎 等了那么久 实在忍不住了 好酥脆啊 牛肉好香 牛肉呢 它是混合的那个辣汁加在一起的 你看 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这个 那个馍的裂缝 就酥酥脆脆的 真的很浓郁 然后他还加了一些 大蒜啊 盐啊 香葱啊 那些材料 熬成了一锅汤 然后把辣汁牛肉加在一起 然后再加在这个白鸡饼 也就是馍 混合在一起 就形成了这个肉夹馍 我们现在在回明街 来到这里看到了凉皮 好想吃 看那凉皮晶莹剔透的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家店 凉皮怎么卖啊 八块钱 便宜一碗是吗 那要一碗凉皮吧 它这个也是凉皮吗 那就是凉粉 那就要一碗凉皮吧 在这里吃 来 坐一下 加的那是盐啊 酸一点吧 一点点的 一点点的 哇 其实在我们广州那个地方啊 大街小巷也都可以看见陕西凉皮 然后现在已经真正的来到了本地 来吃这个凉皮了 看一下是和我们广州那边的陕西凉皮 是不是一回事 这凉皮啊 那皮还是挺有弹性的 看 这个是面筋 这黄瓜丝 这吃到个什么味道 哇 这凉皮是真的好吃的 和我在广州吃的 有那么点区别 首先一点 广州吃的那种凉皮的话 分量是有点少的 还有那个汁跟酱啊 没有这边的那么狱 此情此景 感觉就是不一样 还是那边的好吃 当地的美食 还是要来到当地来吃 总得要吃一样广宝的东西 所以我早就找到一家包子店 叫灌汤包的 然后看到这个装潢呢 我是被它的装潢吸引过来的 这个装修得跟酒店一样啊 但是没想到吗 它是包子店 没想到那么多人在这里 天哪 这柜台下面点菜的 都有人又是在排队 哎呦喂 这家店不简单呀 赵忠祥都来过呦 郭达也来过 滚拱 葛油 真的是明星店啊 看来选择这家店选对了 啊我要一份那个羊肉灌汤包 哇这个是羊肉的灌汤包哦 我们来尝一个 哇哇哇那个汁水 汁水已经出来了 哇塞 我先试一下这个原味的到底怎么样啊 嗯 我刚才吃这个原味的 那个羊肉味特别浓 尤其是那个汤 也是羊肉汤来的 有一点点咸 但是感觉口感特别好 应该是有那个面皮的味道 还有那个肉剁的很碎嘛 所以就比较的软一点 好骚哦 真的 刚才灌汤包因为那个羊肉的味道特别浓 羊肉的那个骚味也特别的重 这个是醋 汤汁啊 刚才都从嘴巴那里都快流出来了 正确的吃法呢 就先是把它的那个汤汁啊 一口就吸进嘴巴里面去 然后再把它那个再吃 这灌汤包啊 你还是要沾点这种酱醋啊 会比较爽口一点 正好可以盖过那个羊肉的骚味嘛 所以大家吃这个灌汤包的话 还是要搭配一点点醋的 好骚哦 真的 刚才灌汤包因为那个羊肉的味道特别浓 羊肉的那个骚味也特别的重 这个是醋 这个是醋 汤汁啊 刚才都从嘴巴那里都快流出来了 正确的吃法呢 就先是把它的那个汤汁啊 一口就吸进嘴巴里面去 然后再把它那个再吃 好骚哦 然后呢 我们要吃的一个食物是 我看这个字啊 好难 原来它叫扁扁面 这个就是那个扁扁面呢 20块钱一份 然后配料挺多的 分量的话我就感觉有点小了 然后它这里有西红柿 小鸡蛋 还有 还有这个面 看 它这面条看得到 它很宽 厚度的话也很厚 然后呢 因为扁扁面呢 它能这个面条呢 然后在制作的过程当中 它有那种扁扁的声音 所以呢 顾名思义 它的名字就叫做扁扁面了 还有表现哦 我以为它会跟我们平常去弄面条的话 它一咬就断了 但是它有那种回弹的 比较惊动 那味道有点酸酸的 感觉还挺好 挺开胃 因为这面条长度是挺长的吧 感觉就是 一根面条就是一网扁扁面了 那真的好吃 这个羊蹄 哦 这里好软啊 哇 煮得很烂啊 嗯 特别筋道 肉的口感是挺不错的 它煮得特别烂 刚刚用筷子弄的时候 哇 一戳就烂了 其实在大街上呢 到处都是有买那个羊蹄的嘛 然后呢 看到大家都在那里买 然后我自己也买了一个 尝了一下 那红红的那一大锅 感觉看起来就 看起来就特别的诱人了 所以 这个也真的很不错 我们现在呢 就要进入一个西洋式的 这个老街 听说这里面 这条街啊 是很多本地人 在这里寻找吃的 而且我们把鱿鱼 切开一块块 然后串在一块 这造型啊 还是挺特别的 这条街它也是挺热闹的 前面都是 都是人 后面也都是人 我要想要加快一点速度的话 都非常的困难 哇 那边一大堆的烤串 口水我都流出来了 这里居然还有卖珍珠的这种店 见到我猴哥了 真的 见到猴哥了 看 猴哥 那个猴子 一点都不猴 闻门房呢 这条街呢 总长是1.1公里 虽然不是很长 但是逛了一下 真的需要花一个下午的时间 因为我是边走边吃 然后这里一路吃过来 但是你走到深处的时候 还有它的岔道 岔道的话 它又隐藏着很多的 一些当地啊 特色的小吃 所以大家如果要来西安的话 一定不能错过这条街 绝对满足吃货